作词 李宗盛 各位家人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谈到学习 之前有讲到学习的次第 是信解行政 这个信是排在最前面 信为道源 功德母 而信的另一面是疑 师长老人家也说 怀疑是愚痴的核心 所以一怀疑 这个愚痴现前 铁定会有烦恼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探寻 我们所产生的烦恼 可能在根源上都跟信有关 不信自己 不信佛菩萨 不信事 不信礼 不信因 不信果 才会产生烦恼 尤其佛菩萨所讲的境界 有时候不是我们的思维 所能够到达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们能够信圣言量 圣人不会骗我们 我们相信 因为有学长都有提到 面对一些人事会恐惧 尤其可能会感应到其他空间的众生 这样的情况 在佛经上 无量寿经理有提到 众生若有极难恐怖 但至归命 观世音菩萨 无不得泄脱 所以不管往后遇到什么恐怖的境界 最终要能自成念 观音圣号 寻生救苦 一定会有感应 尤其现在社会风气不是很好 我们也不知道过去生 结了哪些恶缘 可能会有这些境界现前 这个时候可不能够慌张 一慌张 圣号提不起来 佛菩萨要救度 要加持 就加持不上 尤其是女众 那当然女众也自己要自爱 你不能很晚 在外面 这些都有可能 在现在的风气 我们担心会有一些情况出现 所以这个观音圣号 时时能提得起来 化解这些危机灾难是非常重要 那当然佛在这个十回相经里面 也有提到 自成念阿弥陀佛 二十五菩萨 随护其人 会保护这个念佛人 魔不能侵犯 但是要真念 这个圣号要保持 要恳切地持送佛号 我们有这个信心 自然对当前 对未来就不会有恐怖 另外呢 还有一种情况 是想求感应 那这个就不好 求感应求神通 就很容易遭感 这些不好的缘 就有一个女众 她就因为一直想见观世音菩萨 她就一直求这个事 结果后来呢 她就看到很多东西 整个屋子里面都是众生 最后她也睡不了觉 身心都快崩溃了 大家可能 有没有几天睡不好觉的经验 没有 那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干火都上来 情绪都控制不住 她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 都睡不好 后来她就去找 黄念祖老去试 她还告诉黄念老说 有人劝她念大悲众 大家觉得好不好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她念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对付她 是吧 这个心念是有点要打她的 所以一切还是要回到什么 念头上 你跟她有这种要跟她对立要对抗 这个可能 一时好像解决问题了 但是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黄念老就不建议她这么做 黄老也没有直接告诉她答案 黄老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出家人 他到了一个山上修行 结果那个山位置特别好 可能是磁场特别有利于修行 那人想在那里修啊 那其他众生也想在那里修 那她去了以后啊 就有很多的出家在家人 都跟着她 都待在那里了 那其他众生就觉得 他们也想在这里 所以就陷了很多异象 那很多人都被吓坏了 后来呢 就都走了 那本来那个出家人呢 还在 就少数人留下来了 后来就有一个人 请教这一位出家人 这位老者 说 这里的鬼这么厉害啊 您怎么都不受影响 那这个出家人就讲了一句话 说到呢 野鬼 伎俩千般有尽 他的伎俩再多啊 千般总有什么 耍完的一天嘛 千般有尽 他说老生 不闻不睹 不闻不睹 无穷 反正我就不看 我也不听 他就奈我 他就 他就障碍不了我 所以他最后计量都弄完了 他就走了 那这一位女士听完就说 你把最后那两句抄给我一下 好像那时候 黄念老就叫他孩子吧 抄 结果就在抄的时候 他说东西都不见了 就是那些众生就不见了 主要还是他的心念 他不闻不睹了 就障碍不了他了 所以境界能不能障碍我们 在理上讲 在这个故事上是障碍不了的 他再多这些 我们只要怎么样 专注持佛号 你的整个意念都不要再 有其他的想法 就专注佛号 应该一段时间就过去了 这是第二个角度 第三 好像师父还讲到 在美国 好像有一个同修住到了鬼屋里面 好像在凌晨哪个时间段 他就会出现 而且很臭 长得很恐怖 所以他每一次出现 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直念 然后他只要一停下来 那个鬼就又接近他 然后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然后每一次都跟他 大战数十回合 这个是我说的 素十回合是我说的 反正就僵持很久 可能都快天亮了吧 后来他就走了 每天都这样 好像后来人家建议说 让他搬家 他说我不搬了 为什么呢 就是他出现了 让我精静念佛 这个人也不简单 他把什么 摆第一位 精静念佛 摆第一位 他觉得这个比什么 可能比他的命还重要 他能念佛最重要 这是第三个例子 所以讲这些呢 仅供大家参考 大家觉得哪一个方法你最受用 因为我们说 四一法叫一了意 不一不了意 这个了意呢 老人家有在延伸 说一什么呢 你用了能得力的 就是了意 对你有效果 不然讲的很多方法 你又用不上 这样就不对积了 讲到这个对积 比方说 昨天 有学长问到 以后怎么修行 每一个人的姻缘不同 尤其是我们的定位 本分 这个要很清楚 比方说 你已经走路家庭 你是家庭主妇 那就是家庭主妇的定位 跟不结婚 一身弘扬文化 他整个修学的姻缘 跟安排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先把这个定位 定出来 假如你是要辅助你的另一半 然后把下一代交好 你在这一块都是你的本分 你就要花多一点时间 去付出 那当然 一定都是照五心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还有五行 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去下功夫 而我们之前也有讲到 当身成就的试法 大家记得吧 第一个 接受诸佛忽念 这个是正修 所以这个念佛重要 我们跟大家讲过了 黄念老说 这个佛号 用数学的符号叫什么 无限大 所以不管你以前造了多少业 亡者已以 来者可追 以前造的业是有数量的 那遇到这个无限大会怎么样 把它削减掉 所以只怕不好好 念佛 不要担忧以前造了什么业 师父讲经的时候也强调 好像是谈论大师有讲 任何方法都颤不掉的罪业 还有哪个方法可以颤 一句佛号可以颤 这个在佛经里面都是这么强调 佛经有两个比喻 就是 比方说千年的暗示 一灯照了 千年的暗示就明了 那个佛号就代表这个光明射进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比喻 就是整个树林都是臭树 味道很不好 可是这整个树林里面只要有一棵沾檀树 就全部都变香的了 这是在经里面的比喻 好 那整个树林代表我们过去造的业 那那个沾檀树是什么 佛号万德鸿鸣 就转过来了 好 所以接受诸佛护念 很重要 接着第二个是助修 直重德本 积功雷德 我们跟地质规 太上感应篇 十三页道经 相应的所有的心心 都是功德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要着相 不要求果报 一有求果报的心就不是功德了 是什么 福德 善用心才能成就殊胜功德 所以师长老人家在讲太上感应篇 看起来是世间法 大家听太上感应篇 感觉像在讲什么 像不像讲华严经 是吧 所以叫原人说法 无法不原 而且老人家讲太上感应篇 都不是只是在这些行为当中开解 更在哪里开解 心念 所以像昨天师长老人家讲的 要做出牺牲奉献 更重要的 要连牺牲的念头都不能有 你还有牺牲的念头 那还有委屈在里面 还有委屈求全 这是君子 这还不能入圣贤的境界 所以这样的开解 让我们对念头关照的更彻底 念头不彻底 要打破自欺一关 也不容易 这个是真道人 要打破自欺 你说你是行善的人 那要求没那么高 我们之前有说 连词大师有一段真道人 是吧 造业者百 行善者一二 行善者百 向道者一二 这个才是向道的人 向道者百 兼九者一二 兼九者百 兼之又兼 九之又九 直至菩提 永不退转者一二 到了这样的程度 名什么 真道人 这样才是真正修道的人 我们要不要当真道人 不当要干嘛 所以我们摆在我们面前 只有一条血路要杀出去 是吧 就像赵子龙 救阿斗 没有其他的念头 只有杀出去而已 阿斗是谁 阿斗是我们的法身毁命 你要把他护出去 你不能把贼军都杀掉 杀得完吗 杀不完 你只能待业往生 赶快出去 那阿弥陀佛把你接走 无始劫的业力 我们不可能说 这一生全部都把它 都调伏掉 所以在待业往生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执重得本 这个就是激功累得 是助修 那我们时时能以六度十愿 来关照自己 这个很重要 佛门说 身则决定身 假如我们当下 纯心都跟六度十愿相运 可不可以往生 这叫身则决定身 所以当家庭主妇的时候 煮饭的时候 那个心态是什么 哎呀 我煮给诸佛如来吃的 然后你端一杯水 给你先生喝的时候 这个给诸佛如来喝的 这是礼敬诸佛 看到孩子有优点 你就肯定随喜赞叹他 称赞如来 那你做什么事 都是尽心尽力 这个广修供养 所以你们家就是 普贤菩萨的法界 这个 把频率就接上去了 我们看电视 也要体会道理 你看他一按就到那个 频道上 因为他对准 我们现在对准哪个频道 贤供尊修 普贤大师之德 这个就要对准上去 好 所以你看师长老人家开解的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事待人接物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这一段话有没有印象 有哦 师父后面还加了几个人懂啊 你听到这里 有什么 感悟没有 别人懂不懂 那是别人的因缘 最重要是谁要懂 我们要懂啊 不然师父这句话不是白讲了吗 不能让他老人家白讲 所以老人家这一生能成就的人格特质 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知恩 报恩 我们就要学他老人家最可贵的人格特质 好 第三呢 这个成就事法第三是 助阵定据 所以我们修学很重要 实时提醒自己 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不可以留恋这个世间 不容易修哦 极相 离相 要用般若 极相 你现在在照顾你儿子 离相 你不可以跟他产生情指 所以这个都要 很真实的功夫 那还有一句很重要的 就是四十八院里面的十八院 这是四十八院的核心 是十八院 十八院讲到 所有善根 新兴回向 对啊 所以所有一切善 都不会求果报 都是什么 回向往生希望极乐世界 好 所以这个是助阵定据 最后 发度一切众生之心 这个心要发出来 我们说信愿 行 往生与否 在信愿之有无 而这个信 在涅槃经里面强调 自他一体 无差别相 同体的 一种胸怀心境 因为往生 三倍往生 都有一个条件 叫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自他一体的 这种胸怀 就是跟菩提心 跟慈悲心 相应了 好 这个是 我们刚刚 讲到 在修行上 每一个人的 姻缘身份都不同 所以这个没有定法 都是要弃 自己的鸡 你给人家建议 也要弃别人的鸡 好 那讲到这个弃鸡 他说法没有定法 今天师长老人家 又讲到 二十岁以前 可以讲 是吧 二十岁到四十岁 按四 四十岁以上 不能讲了 有人一听到这一段 情绪有没有什么波动 我超过四十岁了 我们讲四义法里面 有一句什么 一意 不一语 师长老人家说 哎呀 我们很幸运 陈蒙他老人家爱护 那时候才三十多岁 所以老人家都直接讲 直接教 我们这个时代 几岁就不能讲 现在可能七八岁就不能讲 讲了他嘴巴就翘得很高了 他那生闷气了 所以这个法没有定法 有些人七八岁就不能讲 重要的还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要有千则受教有地 取善无穷 牵挂六一阶级 李老师上这个礼的课 礼是以沉静为体 是吧 威仪为用 忠正为责 还有呢 谦让为主 所以谦很重要 没有谦啊 护不了自己的道业 了凡事训为什么 最后还要有一折是什么 谦得之效 这个太重要了 好 那这个只能要求自己 不能要求别人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师长刚刚有讲 人家四十岁以上呢 你还讲人家 那是什么 无知了 就是说没读书了 不懂人情世故了 那请问大家 你们以前劝四十岁的人呢 成功的 多不多 不多 有没有成功的 有哦 完了不简单 孝聪 你分享一下 法师你好 孝聪之前 曾劝过自己母亲 说话要慢一些 语速要慢一些 然后 因为母亲以前 做律师 然后说话非常快 然后 往往有一些道理 在她劝别人的时候 因为语速太快 所以不能很好的 就是入到那个人的心里 所以我也是跟母亲说 然后说 您看老法师 讲经的时候就特别慢 所以就特别能射受我的心 所以母亲也觉得有道理 然后她也慢慢慢慢地 就把这个语速 然后给放慢下来了 谢谢校总 这个四十岁以上 能把习惯改掉 这个都是很有善根 也不简单 都要下蛮大的功夫 当然因为是儿子劝 也不一样 儿子劝妈妈 女儿劝父亲 这个过去生缘好劝 而且对方会觉得什么 他为我好 所以这个也是人情事理 为什么说 朋友硕 诗书语 朋友那跟父子关系 还是原上有一点不同 这个都要拿捏好 尤其最近的人 要劝对方不容易 因为我们才刚开口 对方会有一个心理产生 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你五十步还笑我百步 所以这个师长老人家 他一般在台上 他会把道理讲清楚 下的讲台 几乎很少讲人 当然特殊因缘 讲了对方很受用 感他恩德的 这个才讲 这个情况比较少 因为毕竟老人家面对的都是成人 成人有时候 他还不至于说 会怨恨老人家 但是有时候面子还没放下 假如老人家讲他两次三次 他没改 最后不好意思来见老人家 那个缘又怎么样 又没了 见过老人家的警局走 好 请放下 见到老人家的时候 跟一般的磁场一不一样 不一样吧 见到的时候没啥忘恋吧 对啊 那个加持力很强 所以老人家 这个会互念好 跟一切众生的缘 不要到时候他不敢来见他 就很可惜了 所以一般下来不讲人 好 所以这一些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你自己的自受用 跟他受用 自己要互念好 我刚刚讲的 二十岁以前可以讲 二十岁到四十岁 要用暗示的 四十岁以后 不能讲 老人家曾经跟成德 也是这么教导 说你自己要去做一个好榜样 让人家去看 然后呢 不要把别人的物门给堵住了 成德那时候听是感觉 老人家这么提醒 应该也是看出 成德还是见人过 看别人 向外了 产生不了什么好结果 还是要把精神用在 自己的身上 而且我们再冷静想一想 道理我们明不明白 我们听经听了那么多年 道理明不明白 转了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听道理 听了多不多了 蛮多的了 可是 我们现在信心没有丧失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 我们看到师长老人家做到了 这个信心最起码不会丧失掉 可是我们在冷静想想 那我们身边的家人跟同仁 谁做到了 就不容易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先做到最重要 这些经句应该要通达人情 所以我们现在要通达人情 所以我们现在还急于 不管是对另外一半 还是对亲人同事 一直想用言语好像来说服对方 大家可以去感受 大家可以去感受看看效果如何 陈德 然后觉得听这一段开示 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很有印象 都会背 都可以复讲 可是 反而冷静下来 面对这十几年 走过的路 再来听这一段说 都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自己还是没有放下 这个好为人师的习气 还是耗了很大的精力 都在讲别人 劝别人 没有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了 那这个感悟就觉得 不能再走老路子了 好 那刚好呢 有个学长也问到说 想请问呢 如何分辨和蔼待人 和服言嬉笑 何时需其警惕心 这个是一个问题 请问大家 什么时候要起警惕心 Anytime Anywhere 道也者 不可虚于理也 事道则静 非道则退 这个道啊 讲道极处的话 就是性德 跟性德相应呢 该讲要讲 跟性德不相应呢 马上要闭嘴 好 那这里提到说 和蔼待人 那这个是 真心相待了 这个你关照得到啊 这是真诚 慈悲相应了 哎 福言嬉笑 福言那是轻浮的话了 这个不够恭敬呢 这个嬉笑 我们在这个时代成长啊 对嬉笑还是挺相应的 放松一下 活着挺辛苦的 是吧 幽默一下 这个在西方叫human 是吧 幽默一下 气氛转换一下 挺好 但是你要 更能 感受到 你这个幽默 对自己 跟对别人 是产生什么效果 那这个就要 救世论世了 比方说 我们这个嬉笑 大家一笑 可能我们这句话里面 有亲事的味道在里面 甚至是批评 公众人物 或者批评 政治人物 这样好不好 那纵使大家哈哈笑 可能我们落的 也是一种 不尊重人 这些讲道的人 这样也不好 所以幽默啊 反而你那个幽默呢 可以让人家 产生善根 不分别 不执着 这种幽默好 请问大家 师长老人家 幽不幽默 你们听他老人家 讲经就知道 跟他老人家相处 谈笑风生 很幽默啊 但是那个幽默里面 是智慧 是慈悲 比方他老人家 人家跟他握手 请问您是哪里人 那老人家说 我是地球人 我跟你同乡 幽不幽默 可是你看这幽默里面 有什么 他有智慧 他在每一个机缘里面 把人的什么 分别执着提醒了 就有受用了 同乡 不要去分别 你是那里人 我是这里人 我们现在 处在这个地球上 休期与共啊 所以老人家说 我们最低的标准 现在起心动念 要为什么想 地球想啊 不然这个地球 现在危机这么大 你看包含 师长老人家 看到这个六尺像 大家看完这个片子了 你看这个例子 有没有修身 有没有格物 自知 诚意 振兴 修身 齐家 再来 治国 治的什么时候的国 那个清朝 现在有没有影响 有啊 我们当时候 曾经亲自去啊 去走那条巷子 去了还是不一样 轻声感受 结果走的时候啊 只要对面呢 有摩托车来了 他只要看到有人走 他就停下来 一定等你走过了 他才起 就是那个让的风气啊 在那个地方都还保持着 所以你看他的德行风范 影响了几百年之后的人 这个可是了不起啊 那这个治国来平天下 师长老人家在2017年 联合国的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选择恶性竞争 斗争战争 人类有受不完的苦难 放弃恶性竞争斗争战争 人类有想不完的福报 这句话有没有点出 整个世界灾难的根源 有啊 上下交真理 而国威以 而家威以 所以老人家把六指向搬到哪里了 联合国的公案 联合国上把这个公案 向全世界的大使宣讲 所以老人家是胸怀天下的 看到一个戏剧 他可以想到什么 怎么样协助天下安定 目前当目其心 老人家都在表演给我们看 好 所以大家有幽默感的 就要效法师父 在每个幽默当中 点出重点 好 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呢 师长老人家又听人家说 人本主义 听到一个词啊 人本主义 我们学过教育学的都知道 有一个人本主义学派 师父一听到 因为他老人家不看电视 不看报纸嘛 所以这些西方的理论 他也没有接触 结果一听 老人家马上反应 不是人本主义 孝本主义 孝本主义 孝本就告诉人 人的根本是什么 孝 哇 他这么一认知 孝心开了 百善都开了 可是我们一听 人本主义 哪个人 谁啊 自己啊 请问大家 你拿到一张合照的时候 你先看谁啊 说不定 有一个人 突然 看一张照片 一回光返照 就开悟了 有没有可能 有啊 他突然一回光 把那个我子就破掉了 他就开悟了 那叫会修 这个公案有没有 有啊 唐朝的元宵法师 他是净土中 在韩国很有名的祖师 他有一次跟一个同伴 刚好呢 要到我们东土来 要到神州大地来求法 结果呢 在路上啊 又饥又渴 几乎都快昏死过去了 到夜里啊 什么都看不到 两个人瘫在那里啊 突然发现有水 哇 摸到有水 两个人赶紧喝啊 哇 实在是太好喝了 那因为 整个都是漆黑的 就睡过去了 隔天两个人一醒过来啊 躺在那里 坟地里面 一看昨天喝的那个水井里面 还有一个人头在那里 哦 那个湿水流下来 哇 眼看就 恶心要吐了 就在那个刹那 元宵法师一反观至心 就开悟了 所以呢 神州大地也没来 就回去弘法了 他当下悟了什么 一切未心造 净缘无好丑 好丑其余心 他在那个瞬间 把他的爱真好丑打掉 他障碍就去掉了 自信光明就拖出来 好 那老人家是有智慧 在每一个点上去提醒我们 往内观 放下妄想分别 制作 好 所以我们在思维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自受用跟他受用 就是我们用的是不是真心 那这个言行出去了 对方是不是争得利益了 这就是我们常常要去 观照思维的 对方没有得利益 哪怕我们用的是好心 我们也要调整我们的方式 叫善巧方便 如果不为讨好对方 获取利益等失心 喜欢就夸一下 会长对方的傲慢吗 折损其福报 使其善失警惕吗 喜欢就夸一下 高兴就夸一下 那这个可能没有关照到 对方的状况 所以你夸人 也是一门艺术 你称赞他很诚恳 进一步还要期许他 是吧 你这个做得不错 怎样更好 还有一份期许给他 你说一高兴了 一喜欢了 哎呀真了不得啊 哎呀这个 太稀有了 就一赞叹又赞叹的 很高 我们跟成德 这一批出来的 讲课的人 古来征战几人回 我们也倒得差不多了 你们也没看出来 我已经倒了很多次了 现在是应称在台上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当时候一开始 炉江还没开始 我们就在讲课了 那时候的赞叹 一讲完课下来 那些大学生啊 大众啊 一赞叹 开口就是 真的是 孔子在世啊 都是赞叹到这个程度的 我们一开始听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听的时候都吓得半死 听了三五次之后呢 慢慢就 有点习惯了 最后就完蛋了 现在的人 根基啊 不是很经得起 赞叹 当然你那个赞叹呢 要跟什么相应 性的 你不要赞叹他的 外在的东西太多 你一赞叹他的才华 他会慢慢觉得 我比人家厉害 他就容易起高下见 你参叹他的性德 比较没有这种问题 好 所以鼓励是需要的 赞叹是需要的 但是他拿捏好 增长他的性德 善根 不要增长他的傲慢 好 这是称赞者的角度 大家不要听完之后 都不会说话了 你用的是真心 都不会离太远 如饱赤子 心臣求持 你是用真心 不是用你的 喜欢不喜欢去做 就对了 再来换另外一个角度呢 我们假如听到别人称赞呢 这个就要自我互念了 好像 偶尔大师有一段法语 成德不是记得很清楚 但他的意思就是 你面对人事 环境 物质环境的逆境 你要当作真实受用处 你面对顺境 面对别人的赞叹 这些恭维啊 你要当作毒箭看待 赞叹一来了 箭射过来 毒箭 一中毒会怎么样 会散开来 这样你面对顺境 比较警觉性 当然我讲完 你不要听到人家赞叹 你别给我射毒箭 这个依义不依语啊 你看一个法语啊 从你自己的角度 是一个角度 从对方又是什么 一个角度 所以为什么说法没有定法 这个大家要善于去体悟 我们面对人家的赞叹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一个警觉 我不能生傲慢 不然我就被自己给毒死了 可是你要感恩别人 对你的鼓励 那那个心态是什么 战战兢兢 所以孔子说 法欲之言 能无从乎 改之为贵 训欲之言 能无悦乎 易之为贵 悦而不易 从而不改 无莫如之何也易 上次有跟大家讲说 一听到无莫如之何 这句话叫高度警觉 因为这句话翻成现在的白话 就是这样的人 我也拿他没办法 就连圣人都拿他没办法 那横批叫没救了 所以这句话都是很重要的 那意思就是别人 义正词言的提醒我们 劝谏我们 这叫法欲之言 我们应该感恩他的护念 能无从乎 谢谢 但是不能是嘴上说谢谢 行为上表现 接受劝的 更重要是什么 改之为贵 假如我们没有改 代表是嘴巴讲谢谢 内心没有真正感激别人的护念 那就做成什么 表面的 这个就不是菩提心了 邪 正 争 未了 就是内拙 外倾 外倾 始情 终代 那这个就跟道士 看起来表象上好像是菩提心 事实上是为的不是真的 那迅欲之言呢 就是比较是肯定的言语的 赞叹的言语 能无悦乎 受到鼓励了嘛 振奋了 高兴了 意之为贵 这个意就是要冷静下来 我没人家讲得这么好 要更战战兢兢啊 为什么 进一步啊 这个娑婆界退缘多啊 进一步就有什么 退九步的危险在那里 我一起得意的心啊 可能就都前功尽弃了 用这样的一个警觉性啊 来护念自己 好 我们再回到呢 我们讲的十四点是掌握刚领 第十五呢 我们是引了一段 劝发菩提经文的教导 大家有没有觉得读劝发菩提经文 觉得 我们这醒安大师慈悲到了极点 细心到了极处了 我们可能面对的种种境界 他都讲到了 您看他老人家讲的 唯愿大众 明我愚臣 怜我苦致 真的是 掏出心来 就求我们成就 同利此愿 同发是幸 未发者经发 以发者增长 以增长者经令相续 勿为难而退缺 这一点我们刚刚讲的 烦恼起来 可能都是因为信心受了影响 所以净土法门强调 信愿行 这个信当中啊 首先第一个 信谁 信自己有如来 智慧 得像 这个不能不相信自己 师长老人家说 傲慢 傲慢 感地震 贪心 感水灾 惩恨 感火灾 愚痴 感风灾 傲慢 是感地震 怀疑呢 三崩 地陷 这次 其实人 其实人 一心意起来 整个人就垮下去了 有没有那种感觉 一没有信心 一直相续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可是重点 还是因为自己 没信心 才会赶来这种心理状态 甚至是外在的境界 好像又觉得 好像豁不单行 一报谁者 真报传 自救者 天救 自助者 天助 自弃者 天气 这一句话 跟感应的道理 完全相应 自助自救 这是善根 感召来什么 佛菩萨 善缘的护持 我们一自我放弃了 那赶来的 也定不好的 因缘了 为什么 魔都等着 要破坏修行人 的道业 我们这个 不好的念头一来 就感召来这些恶缘 所以物为难 而退却 物事意 而轻浮 这个要慎重 不能修道 尤其是念佛法门 是意行道 这个意不是 指他容易 这个意是什么 比其他法门 容易 不是说他很轻易 就成就了 是比其他法门 容易 因为其他法门 要靠自己 这个法门 可以靠 佛菩萨的价值 尤其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的愿力 但是这个法门 要成就 最重要的 关键是什么 信愿 具足 可是我们那一天 引了 黄念老讲的 喜欢 是留恋 缩 讨厌 也是留恋 所谱 心上有放不下的事 都是留恋 所谱 信愿就不具足了 师长老人家 今天讲的 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段 大家记住没有 他老人家已经说了 我随时随地 可以往生了 那时候老人家几岁 七十左右 七十三 差不多七十三岁 那一天不是跟大家 探讨一个重点吗 人这一生 要遇到一个明白人 能不容易 不容易 老人家在七十三岁 已经宣布了 他可以 随时可以走了 现在又过了多少年了 那老人家已经是 大修行人了 七十三岁已经说 他可以 随时可以走 现在又修了二十年 所以老人家 现在给我们的教诲 要如平得宝 这个是很稀有的 因缘 好 所以老人家 在今天的讲话当中 也 道出天机 为什么他老人家说 我随时可以走 对 他没有留恋了 事出世间 一切法 都放下了 连佛法 他也不贪求 好 那这个只有我们自己 自我堪厌 还有哪一些放不下的事 甚至于都 我们自己都能够 在每一个 静缘当中 看到自己有执着的点 赶紧 下功夫 物欲数 而不久长 欲数不达 什么事都要让他 水到 渠成 瓜熟地露 物懈怠 而无勇猛 我们讲到的 要有恒星 毅力 耐性 物违米 而不振极 其实 老人家一些经教 都是对峙这一些的 老人家特别强调 没有一天 不读经 不听经 不讲经 古人是说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那是古人的话 我们现在 一天不做 早课 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我们 现在的程度 所以为什么会 违米 铁定 没有 坚持 做功课 没有坚持 实念法 老人家很善巧 知道我们这个时代 生活步调很 很忙碌 用实念法 每一次念十生 一天几次 九次 睡醒了 还有睡觉前 三餐 就五次了 早上要工作了 念十生 中午要吃饭了 工作停了 念十生 下午要上班了 念十生 要下班前 念十生 九次贯穿 当然 我们自己要感觉到 我的心 烦恼 浮不浮得住 假如你每天 做九次 妄想 纷飞 那要不要调整 就要念佛的 时间次数要调整 尽量多 慢慢能调得住 不然我们就 这个很难得利 勿应寻而更期待 所以不能应寻 了凡先生说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就根性都不错的 所以得不加修 也不加广 只为应寻二字 耽搁一生 这个时候就要请出 我们父圣 言回夫子为榜样 他老人家给我们 表的一个法 不恶过 我们就要用这个精神 才能破除应寻的习气 勿应于顿而一向无心 勿以跟浅而自比无分 你看都跟信心有关 辟诸重世 重久则跟浅而日生 又如磨刀 磨久则 刀顿而成立 岂可因浅勿重 任其自哭 因顿浮摩 自知无用 这个我们都要警惕 都要突破 我们根性比较顿 难不难过 根性顿好不好 当王呆头好不好 根性顿有根性顿的表法 是吧 连他都可以了 我们就很有信心了 所以人一能知 几百知 能识能知 几千知 果能此道矣 虽于弊明 虽弱必强 我感觉现在可以让广大的人 有信心的 就是你本来不怎么样 最后你很怎么样 比方说我们前期 有马来西亚的学长 他们那个中文 那不可能跟我们海峡两岸的人比吧 他们的环境就比较弱了 学起来很吃力 结果后来他们很用功 进步很大 让我们都汗颜 像我们第一期的 有马来西亚的 还有在纽西兰 在澳洲长大的 从小都没怎么学中文 后来写的论文 我都写不出来 看到他们就觉得 神惭愧心 所以你看他们从小 没很好学中文的环境 好不好 你看他们一转 刺激到我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所以都没有不好 我们用真心 致他都得最大的利益 好 所以我们的程度不好 请佛注释 请自己勇猛精进 配合得这么好 东西掉下去 就是key point 刚刚讲的 这个是重点 大家共同发心 不要妄自菲薄 好 第十六 也其实就贯穿在我们 整个课程里面 就是我们修学 应有的警觉性 我本来这一条 还想是用 偶艺大师的 静色明 静色明有四条 静土为规 观心为要 善有为依 慈戒为本 好 当然这两个也不是冲突的 请问大家 静土为规 要不要有警觉性 要啊 你时时要想着 我是要去哪里的 你不能跟这个目标相反 随忙随闲 不离弥陀名号 顺境逆境 不忘往生西方 再来呢 观心为要 这个随时要 观照到这个念头 这个也是 体现这个 人的警觉性 修行啊 过程当中 要面对的境界 非常多 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最常讲的 就是 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种子了 也曾经引了 测物禅师的法语 我们再复习一下 就是世之 世间最可珍重的 莫过精神 世之最可爱惜的 莫过光阴 一念静 则即佛界缘起了 我们念这一句 亲近的佛号 就种了一个佛的种子了 一念染 染灼的心了 即九界 身婴了 其实尤其是什么 三恶道就身婴了 所以凡动一念呢 就是实法界的种子 怎么可以不珍重呢 世日已过 命意水减 一寸时光 即一寸命光 可不爱惜乎 所以知道精神 只可珍重 则不滥用 不乱浪费精神 则念念 直辞佛号 佛名 光阴不虚度 则刻刻 熏修 敬业 而且我们对念头要知道 将菩提心灌注在生命中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师长老人家说 轮回心 修什么样的法 都不能往生 轮回心 轮回心 是造轮回业 三十系念 又有一句很重要的提醒 虚于被念佛之心 岔纳即结业之所 只要不念佛 打妄想 可能又是造业了 所以 这个佛号 一定要提起来 要扶得住烦恼 而且这个 师长老人家常常说 我们下一辈子去哪里 不用问别人 问谁 自己 就关照自己 一天 什么念头最多 其实这一段话 就是彰显佛门说的 强者先迁 什么念头最放不下 比方说 我们脾气控制不住 现在身体这么好 脾气都压不下来 临终呢 铁定随他去了 所以老人家讲的那个公案 安斯高大师的同学 明经 浩斯 可是脾气大 去脱波 一餐饭不好 他生气了 这一念夜阴 就带他到畜生道 去做龙王 所以这些公案 对我们都是高度警觉 好 这个警觉性当中 还有面对无常 也要有警觉性 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这是法华经当中讲的 我们其实在这个世间 财色名利这些东西很多 容易失去 一种无常的警觉 佛在经上 就是比喻 已经失火了 我们现在住在那个房子里面 我们还在那里玩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个火很厉害 会烧过来的 所以我们晚课的时候 都有念一段 普贤菩萨的 这种 劝勉 四日已过 命亦水显 如少水鱼 时有何乐 当情精净 如旧投篮 你投已经着火了 你会做什么 不可能再做其他事吧 赶紧扑灭这个火 但念无常 我们现在就自己的慧命 就像扑火一样 没有其他的念头 赶紧念佛 赶紧 急功累的 好 所以面对无常 要警防业力发动 要能是善根发动 印光祖师 有一段话 对我们面对无常 是很好的 这个法要 就是学道之人 念念不忘此字 哪个字呢 死 则道业自成 我们要跟人家吵架了 突然想 随时会死 这个死字就在额头上 还有什么 可能下一秒就 面对无常了 还有什么好争的 还有什么好吵的 就容易把这个贪真痴 放下 包含我们面对学习 也要有警觉性 还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因为这个我见也很厉害 四大烦恼 长香水 都要关照自己的心念 还有 欧益大师那一段话 学问越多 我慢越刺 习气越长 去道越远 这个也是提醒我们 不能挣扎 我见我慢 围到日损 越学 是内学 不断调伏内在的习气 好 再来 面对 工作 也要有警觉性 所以为什么说 善观己心 因为 我们从自身 在观察到有缘的 同修们 会发现 在讲台上不好修 然后呢 在当领导的位置上不好修 还有积累的一些经验之后 也不好修 比方当了领导 会把我们这个习气 带起来 这种傲慢 或者 善知做主 这些容易起来 所以这个都能够在这些境界当中修行 都不简单 即向 离向 不然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就会把自己给卖掉 自己不知道 好 你看今天师长老人家讲的 他老人家说他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还提到说 末法时起 谁当道 修罗 罗刹 修罗的特质是什么 脾气很大 很傲慢 好 那这修罗一般 他假如在领导位置上 他那个习气就增长得很快了 好 那请问大家 师长有没有遇到修罗 有没有遇到罗刹 有啊 是不是障碍 不是啊 所以重点是我们会不会修啊 所以他老人家说 人家要的我通通给他 结果他越诗越多 不是有讲到公案吗 要离开台湾的时候 大家都埋怨 大家都要有那个真的心嘛 老人家全部放下 一丝毫的埋怨都没有 老人家心中实实就是 老师怎么教的 佛陀怎么教的 他不随顺烦恼心息 都是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会 这是我们的学处啊 老人家说的 我前二十年 连道场都没有啊 是吧 那后面还好不容易有一个 九美图书馆 结果现在 人家儿子不扶持了 老人家说放就放了 所以走这一条路 我们再复习一下 师父说走这一条路 首先呢 过最低的生活要求 因为佛陀给我们表演了 什么 托波 但是大家不要听到这里说 哦 修苦行 每天就吃几粒芝麻 那不是啊 就是重点 意义不意义就是 不要去追求 生活上的享受 所以那个苦行啊 大家可不要拙在向上苦行 真正的苦行是什么 你能够遇到逆境 不其惩恨 遇到五路啊 你能够忍得住 那是真功夫啊 哦 那个才是 忍住才是真正苦行的境界啊 别人受不了 你都能包容 都能接受 这是苦行 所以我们看《金刚经》里面 讲什么最多 不失跟忍住 就是在一切境界的考验当中 发现我们的 无始节的烦恼息息 然后把它打掉 这是真正修苦行的功夫 好 那我们看 红衣大师 就是好榜样 他老人家 是在富贵子弟 生活从小就是很富有 结果你看他一修行就怎么样 持戒 过最低的生活 马上把它整个生活状态 就可以调过来 这个是真功夫 还有他年轻的时候 人家迟到一分钟啊 他门就关起来 就把他骂走了 你看他修行完以后呢 人家煮饭 好像是煮闲了 大师对不起 煮闲了 他就闲得好 哪天要煮淡了 大师对不起 煮淡了 淡得好 什么都好 本来脾气那么大 很挑的 什么都好 他就是 把习气都转过来 所以我们昨天讲 重实质 不重行事 弘一大师就好榜 下年居老师是说的 以调服习气 为精进 好 我们这个警觉性里面呢 就是时时提醒自己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这个初心时时要保持 我可不是来握拳的 那个弄拳的 我可不是来造业的 不管我是弘法 还是护法 时时提醒自己 是来成就自己 跟成就他 不能随顺习气 那这样 不管是做领导 还是讲学 就能护好自己 跟姻缘 那当然师父的法 很重要 他老人家说 他讲学的态度 只有他自己是学生 其他的都是什么 兼学 好 这个也跟我们强调的 只有自己是学生 这个学习的心态相应 好 再来连经验呢 都不能够执着 夏连居老居士有一段话 很好 昨日之飞不可留 过去错的不要再放在心上 赶紧 中十指 什么是十指 后不再造 这真忏悔 所以昨日之飞不可留 今日之事 是非的事 今日之事不可值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有经验 自己曾经做什么成 就觉得我的经验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不是否定自己 而是不要因为自己有了什么成就了 好像放在心上 甚至于会炫耀了 不张人短 不炫己长 炫己长 那就已经今日之事又值了 那这个成德也是犯得很严重 也是供养大家 就是我们在跟人谈话 人家有事跟我们讨论 不要一下就把道理给压过去 先了解客观状况 其实实在讲 这个问题都是勉为其难回答 不然都还要再问一下当事人 比方 他问一个问题 我现在的愿望 跟父母的愿望相左 甚至相反 该怎么办 好 那请问大家 这样的问题好不好回答 不好回答 这里面牵扯的多不多 第一个 我们讲话有没有主观性在 有 你们有没有遇过人家夫妻吵架了 然后都是你的好朋友 你听听这个先生讲的 他先生太不是人了 你再来听听他先生讲的 这太太太不是人了 那到底是啥情况啊 所以人要客观也不容易 对啊 对啊 再来 他觉得父母跟他相左 可能是他的看法 很可能 你破了这个像往深处去看 父母可能跟你是相同的 就像我跟大家沟通过嘛 比方说你父母一定要你结婚 那是一个像 他真正 光心的重点在哪 你幸不幸福啊 你晚年有没有人照顾啊 但是你假如没有看到这个点 那可能变成跟父母什么 对立了 再来这里面还考虑到一个重点 我们学了以后的表现 这都是客观的一些因素 这些情况收集不完全 怎么有地方是 所以回答问题好不好玩 回答问题好不好回答 不好回答 所以都要比较了解 就好像把麦 你得要把个 我们最近遇到一个医生 他一把麦20分钟 然后把完麦说 你这里塞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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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他一讲完 我看我去年的报告 都相应啊 他把他可准啊 但是他要花时间 你看现在那个周医师一百 一百号 一天看一百个进来 好 好了吗 好了 他就摸一下就回来 能摸得准吗 不见得 不见得人摸得准 所以有时候 问问题不如什么 自己静下来 分析客观状况 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 不然实在讲 一件事情 它里面的因素这么多 讲课的人 只能讲一些原理原则 甚至于 人情事理都在里面 对于你的晚辈 叫叫化 平辈 叫劝化 长辈呢 敢化 这里面有没有人情事理 有啊 人情事理不通 学的再多会坏事呢 因为你感受不到 所以你看师父在这一两集 提的高度是什么 人情事理懂的是君子 人情事理完全通达是什么 圣人 好 所以刚刚延伸到这里 就是讲 你今天你的一个经验 就不能执着 你要客观了解对方 你才能够气理气机的一个建议给他 好 那我们这个警觉性啊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那最后 这个净土为规 观心为要 善有为依 慈戒为本 这个慈戒就是我们讲的三根 每一条这个教诲 其实都互念我们 很关键的 做人做事的态度 好 那我们还有三节课 三节课 我们明天就 进入太上开篇的经文 好 这个 我们前面呢 这个 讲这个观念心态 做个比喻呢 就是先 打通 任督二脉 心念 调整的 观念 态度调整好了 这样呢 讲一句 就吸收一句 讲一句 就吸收一句 你这个 经络没有打通呢 讲很多 吃很多东西进去 就排掉 吸收不了 好 相不相信 我们三节课 可以把它吸收完 性为道元功德 大家相信我们 这三节课 就能把它讲完了 好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